差遣部署在哪裡 然後我最後要提醒的是 我們現在有這麼多人的確診 死亡的是478個人死掉 它是全世界的3.56倍 而其他國家只有2.6% 為什麼我們的死亡率那麼高 難道我們的政府不該說號嗎 而今天打了AZ疫苗 有那麼多人死亡 每一個人死亡都是一條生命 而我們在這邊還用這樣的態度 來審你們的預算 我們難道不應該檢驗政府 之前做的事情 再來看今天的預算嗎 再來看今天的紓困或防疫嗎 之前你們一直告訴我們 超前部署請大家放心 但是真正疫情發生了之後 現在我們的政府簡直就是 中央地方不協調 荒亂無章 沒有人出來安民心 要疫苗沒疫苗 撕倒了疫苗這麼多人死亡 請問一下執政的民進黨 你們不該反省檢討嗎 而現在你們卻要在這邊強度翻山 邀請我們的栽給黨 趕快趕快過 甚至於不行 明明就要表決 這是你們的態度嗎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抗議 我想今天原民會